独居女子在家中死亡 是意外还是被谋杀 蹊跷的案发现场 仅存的案件线索 是阴才起义还是为情所困 警方还原现场 解开重重谜题 情债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三月二十一号上午的九度 五点十分 我接到一个女同志的报警电话 接到电话之后 这个女的报警说是小姑子 已经几天没见面了 可能在屋里 好像有发生意外 我接到电话之后感到很惊讶 因为现在农村的案件很复杂 接到报警后 第一批民警在五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 当我们到县长的时候 看见这个 这家的大门 没有锁 挂着 我们推门去进去了 我和宋医长俩同时进去了 到那一看 这个住宅的东屋窗户里 碎了 爬门 爬窗往屋里瞅 看着去黑 看不清现场什么情况 当时我们技术员余大利 现在行刑大队副导队长余大利 他主管的那个技术 他把门就拽开了 拽开突如一看 人死的物理了 进到现场 大概看了一下 我就感觉到 这确实是一起刑事案件 当时呢 因为我根据现场 就是说电 因为现场有火 有这个着火的痕迹 并且呢 我感觉到就是说 家里头你因为造成的 就是说本人造成的 这种失火状态 是不可能有现场出现那种情况的 所以我觉得 这绝对是有可能是一起 有准备的 这个属于杀人案件 警方有此判断 并非是空穴来风 因为在进入现场时 勘察人员就感觉 有异常 这种事 小孩你看这几个屋的门窗 门窗 没有 门窗 门窗 咋的 门窗 他这有门 他不说小孩回来 小孩说这有门 没锁 这门锁是咯 这门没锁 我没锁 我们这里 你拿着锁 你才能 这个门没锁 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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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个女人 经过我们了解 她离婚多年 应该是属于独居的一种状态 她儿子因为在街里头计数学习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就感觉到很异常 一个离异独居的女人在家休息 照理说 里外屋的房门都应该锁得很牢靠 而这个现场 却与正常情况有所区别 是她忘了 还是有意为之的呢 再一个就是 为什么说怀疑她是 这个醒世案件呢 就是因为你说她要是失火了 失火了呢 她也有可能到地上 因为人呢 在被烧有痛觉的时候 她有可能翻滚 或者是这个求生的欲望 让她去爬向门口 这种可能也有 但是我们感觉到 她没有痕迹存在 并且这个人是仰面 躺在了门口 并且火势还不大 然而 这些仅仅是侦察人员的推测 技术人员需要在现场 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 来证明这起案件的性质 确定不了她是被杀的 后期正常现场感察 感察到她 动物是她的卧室 动策卧室地上呢 就是建有一具 不完整 就不规范的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死体 呃 死体身上呢 建有那个那个 被动物的迹象 也有复杂物 当时 我就跟那个局长说 我说如果是非正常死亡的话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想死的情况下 不会这样的 因为你只有就是 细致地勘察现场 才能确定 这几案件是不是它少 你要不然的话 正常或者是侦察员也好 还是说 呃 别的部门到这一瞅 说你这怎么能反映出来 说是 说有打斗啊 或者是你怎么能知道 说是 是几个人呢 就这样 目前 警方仅仅是怀疑 这有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 最终 还是需要证据来说话 现场勘察 对于案件呢 不管是命案 还是什么 都非常重要 因为犯罪分子 作案呢 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蛛丝马迹 只要把现场勘察好 提取到 非常重要的这个物证 物证 对于这个破案 对于定案 都是非常关键 随着勘察的一部分 不深入 一些不寻常的痕迹物证 开始显现 以正常来讲的话 就是说 技术员应该对尸体体表 做体表检查 把这个尸体是上边的一个粉尘 粉尘物 弄掉 弄掉以后 发现这个尸体的下身是赤裸的 没有穿衣服 赤裸 死亡女子孟某 为什么下身赤裸 这与当地的季节不符 又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三月份 三月份应该 在我们东北的一个环境下 应该是穿着毛衣毛裤这种状态 死者赤裸的身体 与当地季节不符 种种疑点 让警方越来越觉得 这个案件不一般 当时不明确 就是案件 因为初步的现场干啥 和后续的 包括尸体情况 得进行综合分析 包括你比如说居住环境 包括是否有侵入状态 这些东西都得进行综合分析 要解开这些疑点 需要警方继续寻找新的线索 独居女子在家中死亡 是意外还是被谋杀 现场勘察 解开疑问的同时 又有新的疑点出现 在这个案发现场中 到底发生过什么 情寨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7年3月21日 吉林省四平市 辽河农肯管理区 一位离异多年 且独居的女子 在家中死亡 警方通过现场勘察 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刑事案 可现场发现的证据 又不足以完全证明 警方的推断 第一批进入现场勘察的 是当地警方的技术人员 所有侦察员都在等待着 现场勘察反馈出的 最有价值的信息 刑查他的那个丝体的东侧 有一个办公组 桌上建有很多的粉尘 櫃门上 桌子的下边有一个小棍 櫃门上建有喷溅血迹 正常是他的那个喷溅血的高度 和他自己就是说摔的 他的那个血的高度 他不一样 另外他的很就是喷溅相 他这个方向他也不一样 在屋内的衣架下 技术人员还发现了一双很特别的鞋 因为地上有血迹 正常情况下 鞋底应该有血迹 可警方发现 血迹居然附着在了鞋的侧面 这证明鞋曾经是倒在地面上的 就肯定不是正常的 这是一个疑点 和他这个喷溅血也是有个疑点 完了在桌子的下方 有盆 就是他那个盆吧 不是说正常摆放的那个位置 就是类似于撕倒的过程中 把这个盆碰到 或者是特意地就一推或者是踢 把这盆踢到里边或者是推到里边去 这个盆吧 还有这里边还有个喷盆 这个喷盆上也有血 这个柜盆上有血点 点状的血 这都做过一时间就都是 勘察完地面之后 技术人员在屋内的炕上也发现了不寻常的痕迹 因为它的那个粉尘物 把它这炕 虚显 你全是粉尘 就是不细致看的话 你看不出来 后来用我们那个搜索灯 发现这炕上有拖拉的血迹 现在这个炕上 炕上这个现在能够看见这个是 拖拉的血迹 这个咱点有胡言都叉了 叉了有没叉也叉不清 包括这都是血 这底下就真是 这就是拖拉形成的 这一处 反正这应该是下来的 勘察进行到这里的时候 技术人员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 就是这三 就是这几处疑点 那么我们和我们那个几个技术员 共同分析 这个屋内就有打斗过的痕迹 正常死亡的话 不可能有抗认有拖拉的那种痕迹 他也不可能死打 说这个水盆能推到桌子底下 这不可能形成那样 因为他死 死者的这个位置和他的这个方向 不会能行 不会形成 就是说这种东西 现场发现的所有痕迹物证 正好可以解释死者身上伤口的形成原因 他的头部和他面部有多出伤口 多出伤口 那么咱们就是认为 这肯定是撕打形成 打击 就打击 打击形成 因为尸体已经就是说被动过 所以就是说要我们看 就要技术员来看的话 这个伤口肯定是用钻器 用钻器打击 能形成这种情况 这样一来 警方就能合理推断出 为什么在死者身下 发现了带血的桌腿 而桌子面却在另一个房间 这个桌腿 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 拿了行凶的凶器 一切犯罪嫌疑的 这个所谓的证据 和包括锁定犯罪嫌疑人的 蛛之马迹 都要从现场来得到 所以现场是至关重要的 此时 在技术人员勘察还原现场的同时 其他侦察员 已经开始了摸牌走访工作 我们九点多钟 在现场简单地看了一遍之后 局长部署我们分成三组 现从农场派出所调来的警力 然后把刑警大队 其余的警力一起都调了 人呢 他不管他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 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人呢 都是一种群聚 你像农村 以村屯或者是以大队小队都为单位 大伙群聚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他每天的接触人员 包括他的所作所为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调查走访就能够得到的信息 很快 死者生前的一些个人信息和日常生活情况就反映到了警方这里 死者孟某现年54岁 离异后和儿子生活在一起 由于儿子外出寄宿读书很少回家 独居的孟某与人交往较为复杂 一个村子63户居民 我们分成了三组 全部走访一遍 就是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反应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说法 就是他们家的平时生活挺杂乱 经常有男性过来帮他干活了 送东西了 他的亲属就是介绍 说他离婚以后 找了很多可以说 有的他也不知道是哪的 有的有可能是我们镇上的 也有可能是周边邻近的村屯的 他说的是出对象 出了不少对象 但是据我们了解 应该不是这样 应该是这个女同志 她的接触关系比较复杂 通过走访 一个熟悉死者孟某的人 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他说这个女人生活特别仔细 她就是有300块钱 就得存到银行里 手里头就是从来不留有大量的现金 并且他说她这些年 手里头能有估计有四五十万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考虑 这个女人有那么多的钱 但是呢 经过现场勘察 我们又没发现 他有银行卡呀 身上大量的现金呢 那么他的钱呢 那这起案子能不能是因为钱而引发的呢 现在翻动吧 他这个原来这个位置吧 有一个这女的常拿着一个包 据说这个包对我表面上一样卡 包没了 包在 但是卡没了 包括身份证也没有 包是开启状态是关的 外边的拉片是拉开的 但是里边有一个 在那加成那样的吗 结合现场死者下身赤裸的情况 有的侦察员提出了不同的侦察方向 就是根据死者的一招情况 我们就发现说 如果真是单纯的为了抢劫 屠材害命 那么死者为什么会光着身呢 那么还是说屠材的同时 又把他强奸了 是不是这样 当时我们对这个情况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而案发地所处的地理位置 给警方办案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就是因为他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交界 并且人员流动性大 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再一个就是当地都做买卖的人比较多 生活比较富裕 所以外来流窜 作案的就相对比较多 在案情分析会上 把民警根据现场勘查 以及摸牌走访的信息反复讨论 不断提出案件存在的其他可能 我们就是结合大门上锁 而屋门没锁 女人的身体是赤裸这种状态 女人的身上就只有面部有一些表皮伤 而她的身上却都是完好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她在这个脱光衣服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被这个应该是说主动脱光衣服的 就是这种状态 在一个女人要是睡觉的话 屋门不锁 这个在脱光了衣服 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觉得就应该是熟人 她不设防 独居女子在家中被人谋害 是情杀还是谋财害命 当警方揭开死亡谜团后 一段模糊的监控视频 让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 情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警方通过对现场勘查 以及摸牌走访的情况 进行综合分析 认为孟某的遇害 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此时 侦察员明确了本案的侦察方向 说公安机关破案怎么破呀 有几种方法 那么呢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由暗到人 那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侦察方向 就能够在什么范围去找人呢 这个人是哪的呀 距离这个现场有多远呢 这些都是后续呀 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呢 说百兵不振 那么我们投放警力 警力毕竟是有限的 我们投放警力 投放到什么地方去 投放的是否正确 这就是一个侦察方向的一个 在公安侦察破案 所起的作用 此时距离案发 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正当警方确定侦察方向 准备深入开展工作的时候 负责勘验的技术员 却推翻了之前的一个判断 认为死者孟某 不是被桌子屯击打致死的 法医认为说头部的伤口 和面部伤口不至于说 不至于它死 那么就分析呀 说能不能 因为它抗上有很多 就是东西 就是正常教用的背呀 或者枕头 判断 能不能是用枕头捂死 或者用被把它捂死 现在情况 当时只不就是在现场的一个判断 但是这些东西还得要求 进一步时间来看 如果孟某的死因不确定 那么警方之前的推测 需要再次分析 重新研判 得到这个消息后 专案组里的气氛有些凝重 我们勘察完现场应该是五点多 晚上十点多 就得到这个死因了 法医进一步实检 确定死因是面部击打 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哗哗就打 鼻子和嘴都出血了 这个血 这个血量出的应该是不小 它这个血 因为这一人没死 他一呼吸 一抽 就把它这个血液 直接抽到它的气管里去了 完了就是窒息 那血抽到气管里 它就窒息了 窒息死亡 法医通过进一步尸检 最终确定了死者的死因 罢民警在结合现场痕迹物证 还得出一个推断 通过现场勘察来看 不是说有预谋的 或者事先准备好 所以非得要把它整死 应该是零十七 解决了被害人死因的问题 接下来 民警开始深入调查 经过一天时间的走访 附近村民都没有反映出 默默在遇害前的活动情况 法医通过尸检 推测出死者的死亡时间 大概是七到十天 七到十天 对于办案人员来说 想要锁定犯罪嫌疑人 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因为从儿子最后一次见到他 到发现尸体 中间的间隔十天 这十天工作量太大了 24个小时 240个小时的监控 需要我们去看 因为咱们不知道 它是什么时间被害 于是 侦察员集中查看 被害人村中的道路监控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观看了上百个小时的监控视频后 侦察员在一个非常模糊的画面中 有了重大发现 我就发现了 村西头这个村长家 赵大鹏的一个监控 在十三号的凌晨 三点钟左右 有一个人影跑过去了 挺兴奋的 因为起码 半夜在农村 往处跑人 这个过程 是非常特殊的 如果说不是 嫌疑人 还能是谁 所以说我们初步确定 这个死亡时间 肯定是在 十三号的凌晨三点之前 如果人不死了 嫌疑人不会跑 在案发现场 警方提取到死者孟某的手机 因为损坏 无法开机 在经过维修后 侦察员终于掌握到死者生前的联络信息 三十二号的九点钟以后 这个手机就再没有打出去的电话 咱们就发现 十二号这个节点和十三号的凌晨 这个区间应该是案发的时间 所以说从现场提取回手机 咱们看着他通话的时间 还有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人影 对咱们这个案件锁定他的死亡时间 还非常有效 在确认案发时间后 警方加大了排查力度 并且组织计真民警 对现场进行了复刊 希望找到更多的线索 他儿子说我妈有一个长东西的习惯 让他回一回 并且我们决定复刊 带着他儿子 在写字台的底下 就发现了一个 应该是装 就是那种巧克力的一种小铁盒 打开以后 哎呀 我一下我就高兴了 因为这里头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包括他们家的房照啊 银行卡啊 呃 还有 我记得还有一些 最重要的是一些借条 上面写着谁在谁 什么时间借了多少钱 怎么归还 哎 我觉得那天的复刊 最大的收获 就是得到了这些线条 图居女子被人谋害在家中 铁盒里的借条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钱财纠纷中 掺杂着情感纠葛 是什么让犯罪嫌疑人 一意孤行 情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警方了解到死者孟某生前有几十万元的存款 可在后续的调查时却没有发现孟某死后这些钱被取走 警方认为犯罪嫌疑人屠材害命的动机并不十分明确 而发现他的借条也是对他这个他手中大量的资金的一个走向一个体现 这个呢与案件呢也有关联 你比如说他有没有他借给谁钱了 到没有到还款的日期啊 借了多大的数额啊 这个人能不能还得起他呀 还不起这个人能不能产生啥样的念头啊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借条的出现说明了孟某资金的一个走向 为了不遗漏信息 警方还是围绕着这些借条展开了细致的调查 但是呢这些欠条里头引起我们重视的就是有一张欠条金额比较大 应该是我记得是五万 还款的日期呢是五月一号 也比较临近 并且额度还比较大 是五万元 还有一张欠条呢 也是这个人欠他的钱 是个两万 都针对着一个姓张某某的一个人 这个两条加一起应该就是七万 这对于农村来说 七万元就是个大数目了 这个张某是谁 他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 而孟某与他又是什么关系 会把七万块钱借给张某呢 我们在找他之前呢 包片的民警就跟我们介绍了这个张某某的相关的情况 包片民警呢 很了解这个张某某 因为张某某以前就 特别偏爱赌格 并且呢 输了很多钱 因为他跟这个女的在一起三年多了 在一起出了三年多了 完了呢 他在这个女的手上借了 接近十万块钱 马上也到期要还了 警方了解到 张某已婚 住在孟某的邻村 张某在三年前 就与已经离异的孟某 一直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觉得眼前一亮 因为这个人的出现 就把很多现场的东西搓掉了起来 你比如说熟人抓呢 你比如说临时起义啊 你比如说寝财啊 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就在警方对张某调查期间 技术员提取到死者生前使用的手机 通过修复 侦察员看到死者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内容 被害人给嫌疑人发了一条短信 就是门没锁 进来以后把小门带上把门锁上 所以就我们一看 他外面大门锁了 而屋里的门 这个房门没锁 也符合他短信的这个内容 所吩咐的 说他应该是吩咐 就是大门我没锁 你进来以后把大门锁上 就是这么个含义 所以就确定 他是最后接触这个死者的人 此时张某成为了重大嫌疑人 可当警方赶到张某家时 发现他已在案发后的3月13日 就离开了四平 发现他乘车的目的地是河北唐山 到了唐山以后呢 他没在 亲属我们也找到了 亲属说他就是在我们去之前 大约应该是在 四五个小时之前离开的 并且呢 他随身携带的东西 还都放到这个亲属家了 没带走 给我们感觉到说 这个人既然到这了 东西也不拿 突然离开 我们就觉得这里头应该有问题 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警方调查发现 张某的突然离开 是在亲属的帮助下出逃的 能躲过警方的抓捕 也是得到了亲属的通风报信 送他从家送他走的儿子 还有这个在河北唐山 融流他 斩住的地理 都采取了刑事强烈措施 以这个 沃藏暴毙罪 最前国家犯罪 采取了强烈措施 警方通过其他家属 给外逃的张某做工作 在强大的法律震慑下 案发一周后 张某最终选择投案自首 据犯罪嫌疑人张某交代 他与孟某是情人关系 因爱好赌博 把从孟某那里借的钱 全部输光了